接下来双十的国庆即将到了 但在蔡英文执政的八年当中 大典上的主视觉都刻意淡化了中华民国 还加入了台湾 英文字Taiwan的意象 就被来因是迟疑 这就根本就是偷渡台独 这次担任筹委的立法院长韩国瑜 就特别指示要办好中华民国的生日 所以也被解读是要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 喷出炙热违燕 雄风恶行飞弹 分别从发射车光流快艇高速离架 精准击击中靶船 雄三反舰飞弹更是把目标炸出个大洞 国军在东部进行飞弹精准射击验证 发明罕见曝光 展现自演武器成效 不过行政院编列2840亿 计划筹舰七艘新式潜舰 来因质疑说好的国舰国造 但原型舰自制率只有40% 也没有海测 等于争议都还没解决 现在就想旷预算偷吃不麻 这是国防部自己亲口证实的 就是有很多红区 保家卫国的预算到底有没有用在刀口上还不值 总统赖清德到金门参加823炮战 66周年纪念活动 高喊捍卫中华民国保护台蓬金马 眼看双十国庆将至 回顾民进党执政八年来刻意在国庆主视觉中 淡化中华民国意象 不仅少见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红蓝主设计色 也不见中华民国2017年开始 还把台湾正式放入主视觉 甚至2020年起都改用西元纪念 这次庆筹会主委由立法院长韩国瑜担任 特别指示了要半号中华民国的生日 被解读就是要警告民进党 别忽略中华民国继续偷渡台独 国庆日属于全民的纪念日 在立党喊话要做庆筹会主委韩国瑜的后盾 让中华民国在国庆大殿上校正回归 接着张庸斯 李健的台湾到 立法院长韩国瑜是主仇今年的国庆 所以他特别指示要办好中华民国的生日 外界就预期主视觉将会有中华民国的元素 重新回归 来英立委也纷纷表态支持 王宏威更呛民进党 过去八年去中华民国化 就是在偷渡意识形态 双十国庆大典倒数 担任国庆筹备委员会主委的 立法院长韩国瑜 在日前召开筹备会议时 特别指示要办好中华民国的生日 外界预期主视觉将会有中华民国元素 重新回归 国庆大典主视觉设计成为蓝绿角力焦点 去年前总统马英九 还因为抗议中华民国被消失 拒绝出席 而过去前总统蔡英文执政时期 中华民国字样默默消失 该以几何线条作为主设计 批批民进党去中华民国化的声浪也四起 而针对韩国瑜要让中华民国意向回归 今年国庆 蓝绿立委各有不同意见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每一年在庆祝国庆 到底是庆祝哪一个国家的国庆 大家都觉得越来越混淆 所以今年韩国瑜强调说 要强调中华民国意向 我想请问这有什么不对 如果一些绿营的人士 测译还有意见 难道你们对中华民国有意见吗 无论如何今年国庆庆典 有韩国瑜担任筹委会主委 双十国庆主视觉将如何呈现 备受关注 过去蔡英文执政的八年 其实比较强调是台湾的意向 包括英文的台湾 都其实是主要的主视觉 大家看起来主要是在这个上面上 但这一次在今年 是有立法院长韩国瑜来主球 所以他就有特别强调 还有说到什么 其实今年办好中华民国的生日 还有特别提到这句话 所以现在外界都怎么解读 就是解读说 这个今年国庆相关的主视觉 就是不能忽略这个中华民国的元素 也就是说可能跟过去八年 这个主导是在台湾 跟台湾这个印象呢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但面对现在韩国瑜 这样的说法 还有外界的解读呢 这样民进党的立委 就有点看不下去了 就跳出来讲说 应该要保留这个台湾的元素 不要再走回这个华国美学 他认为就是拉低整个文化素养 其实说话说的蛮重的 所以现在这样对于这样的说法 当然国民党听了就觉得说 那你现在意思是说 所以去中华就是OK的吗 所以这个王宏伟就有提到说 他说现在过去 在这个民进党的主政之下 积极的都要将这个中华民国去掉 所以令很多人都觉得 每年在庆祝这个国庆 到底是在庆祝哪个国家的国庆 所以大家都越来越混乱了 所以像韩国瑜常对要这个 强化中华民国的意象 所以他就问说 难道这样有不对吗 如果有一些绿营的人士 或者是侧异 还有什么意见 难道就是这个就对 中华民国有意见呢 另外除了王侯伟之外 我们有看到像李燕秀 他有表示 他就说到了 现在是全力要支持这个韩国瑜 开大门走大陆 要用这个办喜事的心情 全力办好这个中华民国的生日庆典 要让台湾的人呢 都在感动一次 所以现在面对这个双十国庆大典 这个主视觉跟会怎么样来呈现呢 现在蓝绿啊炒个不停 那现在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倒数了嘛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一次是由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 来担任这个筹备主委 所以中华民国的意象 是否会再重现呢 就备受关注 对此呢立委洪蒙凯就表示了 民进党在执政的八年来呢 他们都刻意的去淡化国庆的主视觉 所以这个中华民国的意象呢 其实就不见了 所以饱受这个外界的批评 如今由这个韩国瑜来筹备呢 他就非常期待 今年在国庆之上能够凸显这个中华民国的价值 第一的是这也是拨乱反正 现在韩国瑜当立法院的院长 他是法定的筹备会的主任委员 他的要求大家都知道 会把中华民国的生日 把它办得像个样子 一定要办出中华民国的视觉效果 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执行单位是内政部 秘书长是由内政部选文的官员来担任 所以这个就会不会产生了 主委跟秘书长之间不同调的问题 我们在此也呼吁 内政部跟民进党政府 应该要尊重这个体制 体制呢 立法院是筹备会的主任委员 他当然有权力来决定 这一次的过境的主视觉的效果 现在除了这个中华民国国庆的 主视觉的一些争议 其实呢 在8月23号的时候 总统赖清德也到这个金门 跟这个823炮战 有些致辞跟发言 不过呢 背后就被发现了 疑似共居呢 在那天有很多的架次 就是这样环绕着台湾 所以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这个联合新网 他有写到说 对于这个中华民国的异象 真的有如此不堪吗 赖清德总统在金门 纪念823炮战 六周年至此为例 他说现在台前背后 都有这个醒目的 金房部的国旗啦 灯塔啦 还有这个金门地图的对挥 所以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都能在这个金房部的对挥下 大谈守护中华民国了 那中华民国的异象 又怎么能不回归国庆呢 除非赖清德觉得 这个对挥啊 真的是如这个再被盲刺 那现在呢 有提到这个823炮战的致辞嘛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就发现 那天共军老台的情形 还蛮严重的哦 根据国防部的公告啊 其实当天就有这样 征获了这个共击38架次 其中有个两个架次呢 是无人机制 自这个台湾西南空域 一路就沿这个东南啊 东部北部空域来飞行之后呢 自台湾北部的空域啊 飞返这个海峡中线以西 它最近的距离 只有离这个基隆约42海里哦 所以他的这个飞行的航机图啊 似乎就是绕着台湾在飞行 所以现在这样子看起来 是不是刻意在选在这个赖清德 到金门来这个致辞的时候 来做这样的扰台呢 现在这个栗正杰将军 有提到了他的观察 他就说到这个南部海峡啦 北部啊被共军的有人机 无人机进行三成的包围 更严重的就是这个8月23号啊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时间点 赖清德到金门去呢 赖清德是怎么去金门的啊 这个解放军有人机在这边飞 赖清德回来的时候 共军有没有可能就会扮飞他呢 毕竟赖清德是国家的元首嘛 所以这时候贸然飞过去 到底会不会产生危险呢 所以现在这个国军啊 113年这个精准飞弹射击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金门的823炮战的致辞之外 23号在这一天呢 中科院的九棚基地 以及东部的海空域呢 也在进行哦 所以上退役 退役少将这个栗正杰将军呢 他就讲说从国防部公布的 一张图来看啊 其实已经吓坏到大家了 因为南部的海峡啦 北部都被共击 共击哦 进行了三层的包围 他就不禁问啦 三军统帅这时候坐飞机啊 到这个金门去 甚至这样回来 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共击板飞 其实在8月22号 那时候就是原来说要射击 因为有发现外海有解放军的电针船在那个地方 就停止射击了 那昨天早上国防部还很高兴 宣布说我们试射成功啦 但是就没想到今天居然公布是这张图 真的是吓坏大家 但是你知道九棚在什么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 九棚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九棚 那你看看他这个无人机在这边 我研判他这下两架是一种编队飞行 两架应该就是无针 这个无针十一的那种电针机 那你看看我跟 在跟大家熊山飞弹 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惯性导引 加上雷达导引 所以他一定有电磁波 一定有雷达波 那你这样子 他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时间是六点钟 那我们国防部涉及时间是不是六点钟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有没有可能说我硬要打 我再不打我就太没面子 他每天在那边给我绕 我就算是泄密 我也要打出去 不然的话我就 这个让国人看笑话 那我们到底 他人家的电 人家无人机在这边飞 你还在这边做这个 飞弹的射击 那你会不会这个雷达波 被人家收到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 是非常严重的 第二点你再看看这个 以前我们讲说 一层包围就算了 两层包围已经很可怕 这三层包围 对不对 有人机无人机 然后再加上这边还有一块 等于包了三层 整个南部海峡 那北部来讲的话 也是一二 最起码两层 还加上这个三层 那你说我们台湾怎么办 第二我觉得更严重的一件事情 大家知不知道昨天什么日子 823 823我们赖总统去干了一件事情 他到金门去了 那我很怀疑 你怎么去的 金门在哪里 金门在这边 金门在这边 那解放军的军机 有人机在这边飞 那你如果说是这样子飞回来的话 会不会攻击给你半飞 对不对 你这时候解放军在这边 你耐心得这样子过去 会不会有 你毕竟是国家元首 你在这时候贸然这种飞过去 会不会有危险 会不会说中间 双方有什么默契 如果他真的要搞你 我觉得从这个图里面 昨天这么严重的一张空景图 我觉得是不是国防部自己要检讨一下 这个总统三军统帅 要到金门去视察 坐着飞机是不是有泄密 不知道人家怎么会在选这个时候 做这么一个重臣包围的态势 甚至有怀疑中间过程之中 有没有扮飞 你都要谨慎了 这不能这样子 这个马马虎虎过去 除了立正杰将军的市井之外 前空军副司令的张延廷 他也有做出他的看法 他就讲说现在这个共军的五人机 在这个台湾的东南 东北飞了八个半小时 我们可能很多的情资 都已经被收集了 虽然认为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他其实就有提到 这次这个共军的无人接绕台 包括这个东南部 东北部 全部都是无人机 而且飞了将近八个半小时 非常的久 所以到底跟这个赖清德总统 到金门去演讲致辞 到底有没有关系 这个张延廷就讲说 现在我们的很多情资 可能都已经被对岸收集了 这个必须非常紧绝 这一次环台飞行 我们看整个一二三四向线 围着看得非常的清楚 尤其是东部 东南部 东北部 这都是无人机 无人机总共飞了八个半小时 非常久 全是因为无人机 它流空时间久 飞行高度高 然后飞行速度慢 它可以征查 慢慢看 慢慢征查 所以现在无人机 它的功能非常的多 那这样的话相关的所有的情资 它来回这样的耕田市 这个你有逆时钟去 顺时钟回 它这样来回去了 很多情资都被收取了 这是非常 这是非常值得警觉的 要不然的话 打仗打情报 如果我们讲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不知己不知彼 每战必败 那我们被它掌握到哪些情报 我认为 我认为要三件事情 我们要很留意 第一个 我们要不要 我们要不要勇于面对 因为中国大陆的 这个军机还无人机 已经到我们临街区了 那临街区 那已经迫在眉睫了 因为飞机的速度是很快的 临街区一进来 那就濒临沉下了 那我们要不要去面对 我们平常都是 我们有掌握 我们只有掌握 但是无能为力 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那你掌握 那怎么样去面对 去处理这个问题 没有 我就是追踪监视 就没动作了 我认为这个对台湾来看的话 会陷于 极不利的战略态势 我认为这个问题 我们要勇于面对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不敢告诉真相 为什么不告诉真相 你这个图那么粗略 为什么不敢 我认为要告诉真相 让老百姓来支持 国防 支持军政 不敢 不敢报真相 我们要把目前的 这些国军的这些问题 要怎么样去解决 去处理 我们看 现在国军的兵役 出了很大的状况 人不够 15万人 21万5000的边线 这15万人 每一年招1万多进来 退场跑掉5000多个 现在可以退场机制 就是说你进来的时候 感觉到不适应 不习惯 跟自己的志趣不合 或者生活上的调试有问题 你可以离开 打报告 经过批准退场 退场一年5000多个 好不容易招1万 退场一半跑掉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为什么会退场 跟原来的落差 是不是那么大 那问题出在哪里 我认为这是个问题 那第三个我认为 要新防动员 那既然的 他们都已经到了 濒临城下了 在我们连接区了 24海里之内了 因为我没有做新防动员 没有做新防动员 那没有新防动员搞 国防那都是骗人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 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 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提醒您在提醒您的衣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